你在哪里做功德要特别回向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 海涛法师般若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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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辈子还不放过他 所以各位一定要记住 到恶业赶快忏悔 不然这个恶业生生世世跟着你 你这辈子曾经骗人家三次 生生世世你不忏悔 你下辈子有三次被骗得很惨 所以你这辈子曾经骂一个人 你找不到他也要观想跟他忏悔 你不能说过去就算了 不然你生生世世世莫名其妙被骂得很惨 很可怜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都有夜报 释迦牟尼佛曾经在公开演讲 有一个女人 怀孕说我肚子那么大了 你讲什么讲 诽谤释迦牟尼佛跟他怀孕 所以佛陀也不怪他 佛陀说我过去世就是因为伤害过他 所以毁谤过他 所以他会来毁谤我 所以连佛陀都有夜报 何况我们凡夫 所以佛陀说夜报要忏悔 虔诚的忏悔就可以消业障 所以八十三页我们念解冤祭 大家虔诚忏悔 来 结结结结结结冤结 结了多生冤何夜 细心敌律化全成 今对佛前求结结 药师佛药师佛 肖宅炎寿药师佛 随心满愿药师佛 如果家里有人生病 你最好跪在佛前 虔诚的替他拜三拜 或是替自己向着佛 跟烟熏在主忏悔 有人问我说 超度堕胎胎儿要怎么超度 首先你要跟他忏悔 你不能说我帮你写牌位就OK了 你要跟他忏悔 因为你把他堕胎了 等于把他杀掉做人的机会了 你虔诚跟他忏悔 然后你发愿要做功德 为他送地藏经 他就慢慢超度了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认识一位女菩萨 她经常被一个鬼跟着 后来她就问神 说一个自杀鬼跟着她 所以她心情不好的时候 她也想要自杀 那个自杀鬼就要抓走她 那时候她就一直写牌位 也没超度 她就问我怎么办 我说你没跟他忏悔啊 他之所以跟着你是 你害他自杀了 就像今天我谈恋爱 然后我把这个女孩子甩掉了 这个女孩子自杀了 然后当然还缠着我 不是说我帮你写牌位 写牌位只是减低她一点 但是她就要缠你 我说你要观想啊 你的死自杀是我害你的 所以我跪着跟你忏悔啊 我求阿弥陀佛加持你 她原谅你啦 然后你再帮她做功德啊 她很快就超度了 这个人跟人是如此的 何况是这些动物 所以各位一定要多忏悔 因为你过去吃牛肉 吃羊肉 吃鸡肉 吃鱼 吃鱼 这些友情 他轮回也会找你报仇啊 找你报仇 那你就会开始发病啊 不顺了 哪一天呢 投胎做你的儿子的时候 刚刚我笑讲那个故事 小孩子 我要来找他讨债报仇了 讨在杜顺老大和尚 把他给超度了 不然的话 全家被这个小孩子败光了 所以我想这一点 如果你儿子很不孝顺 你不要再一直骂 再骂没用 欠他债就欠他债 你自己要跪在佛前 忏悔 我一定我对不起他 我跟他忏悔 然后我经常为他点灯放声 放声就是还债 你不欠他债了 他对你很好 对你孝顺了 所以你的老婆对你不好 你的老公对你不好 那你要跟他忏悔 怎么忏悔 趁他睡觉 跪在旁边磕头啊 反正他不知道 然后我对不起你 我过去怎么凌溺你 伤害你啊 我跟你忏悔啊 对不对 这样就 忏悔完了以后 久了久了以后 奇怪 他一点都改变了 那你了解了 以后你永远就有信心 哦 学佛很简单 忏悔业障 不能怪别人了 所以来 再来 佛说八句平安记 我们在这边做功德 希望土地神 山神 海神 所有众神 不要制造不好的传染病 车祸啊 自杀 希望他们同享功德 曾经有一个国家 发生大灾难 有鬼 很多人死了 佛陀就把八句话 送给他们 那些鬼就离开了 因为佛陀的加持 所以各位 为什么念经很重要 你说这几个字 代表什么 佛的力量啊 不是说 念心经还得了 心经除魔 心经 你在一个人 在最痛苦 最痛苦的时候 你念心经 他那个烦恼心 都会断掉 所以你要知道 佛的经典 佛的每一句话 不可思议啊 金刚经说的 念四句话 等于恒河沙 黄金珠宝 不失 还不如念佛的四句句 随便四句话 所以各位 佛讲这八句话 一贴上去 所有魔鬼都会让开 所以我们一起念 来 诸有众生 在土界忠者 行住于地上 及虚空忠者 慈爱于众生 令各安休息 昼夜群传经 奉贺众善法 回想记 愿消三丈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罪障 惜消除 世事长行菩萨道 请翻回来 这个寄语是大饱法王 整个仪轨 如果你在家里念五分钟就念完了 焉共俱之法 我们因为解释了 拖了一下 五分钟你就可以做很大的功德 上供下施了 然后呢 最后一直念 所有众生吃饱啦 无病无苦啦 各个变成观音菩萨 往生净土 最后再把这个功德回向 回向供养三宝 愿很多人学佛 愿众生离苦 要念三遍 来 愿以所修诸功德 西皆供养三宝尊 愿佛圣法普昌荣 功德回向诸众生 愿请尽数恩仇等 永离四苦三宝尊 永离四苦三宝尊 解脱生死轮回海 得正佛果不退传 做任何修行发心 就是大悲心菩提心 修的时候很认真 最后回向 回向不是用嘴巴念 就像你希望你的儿子 很认真读书 你是用心的 儿子啊认真读 儿子啊吃饭啊 你是用心的 你真是希望他如此 所以所谓回向 你要从内心里面 愿我所修诸功德 供养所有佛 愿佛法弘扬在这个世界 所有的功德 回向给所有众生 不分你伤害我 对我好 亲近我 不离开我 恩仇等 愿你们都勇于生老病死 轮回嗜苦 如何脱离嗜苦呢 你们内心里面没有贪嗔痴 这个世界谁害我们 没有人害我们 是我们内心有贪嗔痴害我们 贪嗔痴就是我质 因为你无名 没有空性 我执 你就会生起 我好喜欢啊 叫贪 我不喜欢啊 叫嗔 所以各位以后不能讲 我喜欢我不喜欢 这个就是我贪嗔痴 喜欢就是猪八戒 不喜欢就是杀物净 搞不清楚就是孙悟空 所以孙猴子要悟到空 所以呢 猪八戒代表贪 杀物净代表嗔 孙悟空代表鱼痴 逃不出炉来掌心 你多厉害 你聪明没有用 要有智慧 所以猪八戒代表身体 要守戒律 杀物净代表嘴巴要清净 不要骗人骂人 孙悟空 内心要有智慧 不要贪嗔痴 唐三藏就是我们的佛性 本来 但是一个人要找到自己的佛性 西游记 要经过很多苦难 才能够找到真理 来能够帮助自己 帮助众生 所以西游记是一本佛经 告诉我们 追求真理的方法 但是你要征服贪嗔痴 征服内磨 外磨 内磨就是贪嗔痴 外磨就是世间的种种 你都要超越 你才能够达到真理 所以 永离四苦三土亥 愿所有众生 解脱生死轮回海 你要从内心里面 各位开始练习 明天只要出门 看到一个人 愿你解脱 看到一个人 愿你解脱 你不要讲出来 人家说你有问题 用心 欧玛丽变明 欧玛丽变明 欧弥陀佛 欧弥陀佛 愿你解脱生死 愿你成佛 不分 他是马来人 华人 只要他是有情 一只蟑螂蚂蚁 所以什么叫菩萨戒 如果你看到一只蟑螂 一只狗 没有发起这个 利他的 愿他离苦得了 臣佛的心 犯菩萨戒 这样知道吗 所以各位 受菩萨戒很伟大吧 所以你对每一个众生 你都会 一只蚊子 一只苍蝇回过来 念 欧玛丽变明 愿你臣佛 找一点东西给你吃 这样 那你要这样 学习广度众生 好 再来要念 欧玛丽叛陀佛 每天晚上要睡觉之前 一定要念二十一遍 把你身口意 各种维系的业障 不小心犯了 净化才睡觉 不要留到明天 留到明天变两倍 后天又不忏悔 变四倍 这样知道吗 这叫等比真 所以每天晚上都要忏悔 今天下午你跟你老公挂电话了 晚上准备跟他忏悔吧 那你又 你又 动尾条了 又发飙骂人了 你要忏悔 你不能说那做妈妈怎么跟儿子忏悔 你骂人就错 对不对 你控制不了情绪 那你要跟他忏悔 不然你下辈子儿子把你骂到天亮 那不很可怜吗 所以我想各位 每天都要忏悔 奥班杂萨都忏悔 好 现在拿一下缅甸传统佛教文化 捏一下 这些很简单 却很重要 也很慈悲 可以告诉别人 他有因缘听到 他相信 他做了 他得到改变 他会更相信因果 佛的力量不可思议 所以在家里各位要多供佛 供灯 供水 供香 供食物 供花 你才会有福报 福报从供养三宝来的 福报从孝顺父母来的 福报从慈悲众生来的 这个叫三福田 那佛陀说 百千万亿黄金布施 世间的功德 还不如一支香供佛的功德 因为佛是无上福田 所以各位这样供佛 但是供养百千万亿佛的功德 还不如守一条戒律的功德 所以持戒的功德又超过布施 所以各位要守戒律 那守无量戒律的功德 还不如修忍辱的功德 你能够克制脾气 该发脾气 不发脾气 那功德更大 所以布施慈戒忍辱 为世间福报 向好庄严的因 那各位就要修 这个叫福德之良 所以精进去布施慈戒忍辱 精进波罗蜜 那智慧之良呢 就是禅定波罗蜜 跟波罗波罗蜜 各位要学打坐超精专心 不要乱 不要乱以后 仔细观察分析 叫智慧 你就会得到解脱 有了智慧 你就会破无名 你就会了解万法的真实相 你就不会 执着那个相 谈恋爱 漂亮 钱 那只是一个虚幻的名字而已 但是你会觉得 那个很重要 我要抓紧它 因为你没智慧 没智慧你就会贪 所以你哪天观察了 体悟了 万法都是变化无常 涅槃极境 无自信的 这个可能比较深 各位要多研究 新钢经 新经 六祖坛经 大波罗经 叫多打坐思维 光看经典也不能解脱 经典只是给你一张地图 知道方法 那你要观修 你要实际的行为实践 福会双修才可以 好 捏一下 第一条 爱生气火气大的人 在佛前供水供养后喝下去 回向心火消灭 好 我们前面有供水 捏一下 来 佛前供水 佛前供水 回向众生 回向众生 无有称惠心 无有称惠心 没有火气 这个火气代表火气大 嘴巴破那种火气 所以你嘴巴破火气大 你要供养清净水在佛前 然后这个水自己喝下去 最快 比医生还快 佛罗里亚 第二 精神疾病的人 可每周一 共七个事实 回向他们 好 念一下 四字供佛 当愿众生 消除忧郁症 精神观能症 精神观能症 家里有忧郁症的人很苦啊 是吗 所以你要帮他供养 礼拜一供养四字 供养佛 第三 可谓进监狱的人 点七盏灯供佛 把草扔掉 不回头看 回向断恶修善 早日出狱 供灯 在他佛前供的 你儿子被抓去关了 因为吸毒啊 妈妈很烦恼啊 不要烦恼 用七个灯经常供养佛 回向给他 这样啊 然后如果去监狱 看他出来 外面拔一个草 往后丢 不要回头看 希望他早一点出狱 第四种方法 也是希望对方早一点出狱 来 希望早日出狱 可把塑形人的救邪子 布什出去 这个很管用哦 很管用 旧邪子布什 他就可以走出来 提早假释 自由的意思 第五 想要长寿 可布什搭桥 并回向 对别人做桥 你要布什十块一百块 回向给父母长寿 第六 求男人健康 可捐寺院天花板 男人代表天 女人代表地 所以布什天花板 代表男人了 布什地板 一样 会像女人健康一样 好 第七 小孩子不听话 可买他喜欢的玩具送他 这个就是佛法 你一直骂他没用 买个玩具给他 再来就好商量了 这就是佛法 女人不听话 买个钻戒给他 他笑老天 说什么都好办 男人一定要送礼物给太太 这是戒律 那这样以后家里安定 对不对 不然女孩子骂骂骂骂骂骂到儿子 全家吵架 第八 忧郁症 可早上供水 吸蚊三次再洗脸 各位要供的水拿下来 吸三下 洗洗脸 那就降低忧郁症 各位都要做 因为你有忧郁症 你自己都不知道 因为有时候你情绪控制不了 第九 求妈妈健康 找十枚鸡蛋孵出来 因为古时候的妈妈都是 孵了鸡蛋就给儿子吃 就等于杀生了 所以就弥补他 买四颗鸡蛋生出来 让妈妈健康 十 中风 头部疾病 可种椰子树在寺院 怕中风 或是雨精中风 种椰子在寺庙 然后如果寺庙没有地方 护身园很多 三宝地就可以了 十一 改善婚姻不好 把两个人的相片 用红色线绕一圈 或用红色笔画一圈 念大悲咒准提咒 大悲咒准提咒是我说了 缅甸活教没有大悲咒 但是我们大乘有说 大悲咒准提咒可以怀柔会好 但是他们说你相片 老二上就帮你绕一圈 或用红线 红线绕一圈 最好你拿给法师做 法师还有加持力嘛 对不对 绕一圈 夫妻两个 女朋友感情好 第十二 家人不喜欢念佛 可用佛经供养寺院 供茶三杯回向家人 十三 儿女不听话 于周二用茶供佛 茶杯里放一朵莲花 这个茶讲的是冷的茶或是矿泉水 还一朵莲花 供在佛前回向给小孩子希望他们听话 十四 希望不喜欢的人早点离开 可不施食物给小动物 如喂小蚂蚁吃糖 小鱼吃吐司等等 用他的名义不施把功德回向给他 那最近你要换男朋友啦 之前那个爱追你啊 怎么办呢 你不要得罪他 搞不好他把你杀掉 对不对 报纸都有这么说啊 所以你就用糖给小蚂蚁 喂小鱼 做功德回向给他 你还没开口 他逼你还再开口 离开你啦 就说不喜欢的人 云青在族 这个造业的人 你不能得罪他 你只能做功德给他 希望他不要干扰修行啊 十五 求女人健康 可送适当的药给孕妇 十六 精神不安定 身体有病 可多放生小鱼或鱼苗 所以这个在马来西亚 很简单 很多鱼苗 很多鱼苗 给精神不安定的 特别身体不健康了 因为鱼苗很便宜啊 我们这两天天天放 在亚洛斯达都特别买鱼苗 非洲鱼啊 各种鱼啊 很多 这边很多小鱼苗 然后给他放生 十七 经常生病的人 可多买好的药 供佛 布施 所以各位刚刚拿一包药包 以后你要怎么做 自己去中药店买一个药草 先供佛 念念药师 以鬼药师经 然后再把这个药 烧掉 布施给众生 回向给生病的人 很快 十八 祈愿祖先早日超度 可供养寺院两盆油土的花 如兰花回向七室父母历代中心 冰城寺庙那么多真好 买一对兰花或是有土的花 供养在寺庙回向给祖先 十九 对峙昏尘 每日早上在左右两间各拍七下 就是早上睡醒 左手拍右边七下 右手拍 要记得拍 打通血管一样啊 不会昏尘 二十 不容易专心 可晚上听有响声的闹钟 把他放在床边听到睡着 睡前是没事干的 那个时候你就练习一下专注 啪啪啪啪啪啪啪 或是念佛机也可以啦 你就是要专心就对了 专心故意 不要马上自己马上睡觉 故意或是用练珠也可以 我睡前要练三串练珠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很认真 慢慢慢慢你脑筋要恢复啊 不然有些人真的是脑筋 像浆糊一样 放了就忘了 诶 我刚好吃油 我再吃一遍 老人家就是这样 要吃下去都忘了 所以这个问题 来 二十一 对质头痛 可拿铁钉碰头痛的地方时下 在停放痛点上约五分钟 二十二 两个人吵架想消冤结 每个周三 周日用陶瓷碗装饭供佛 供佛的饭两个人都不能吃 需拿去不失众生 二十三 身体酸痛 可多吃红枣 二十四 现在酸痛的可多了 年轻人天天忙着敲电脑 滑手机 保证腰酸被痛 吃红枣通气 很意思吧 二十四 经常被痛于睡前用麻油加驱风油抹被痛处 二十五 婆媳关系不好 可用陶器插花一对 供养到寺庙回向关系改善 两个人关系不好 或者爸爸跟儿子 或者老板跟职员 都可以用陶器一对插花 轻轻尽力了 供在佛前回向 二十六 中秋节或者每个月食物 供养月饼给寺院 回向父母吉祥 或者往生者超度 记住啊 每个月食物圆圆的东西就好 圆圆的包子 圆圆的馒头 圆圆的面包都可以了 然后供在佛前 回向父母 回向祖先 二十七 咳嗽用姜加蜂蜜 煎水喝三勺 枕头下放快三层甲板 二十八 关节不好 坐寺庙梁柱或水槽 供养寺院 因为水槽他就要做很高 所以他一定要很多梁 很多柱 所以你供养水槽 肩膀啊 关节都会好 二十九 身重病往生不了的人 在佛前供五盏莲花灯 回向给他 或送电扇和冷气给寺院 送电扇冷气 是为回向重病者冷静 平静地往生 所以一个人不冷静 很多乱想 那你要供养电扇冷气给寺庙 那你就很冷静 包括往生者也是这个意思 一个人快往生了 走不掉 五朵莲花 消除五毒啊 就像五方佛加持 然后让他能够安详舍抱 三十 膝盖痛可用海盐加温水泡脚 水位到脚踝 特别五六十岁了 常开车的人吹冷气 膝盖会痠痛 所以泡泡海盐的温水 通气以后 膝盖就不会痠痛 三十一 高血压的人可用温水泡脚到膝盖以下 并保持心情平静 三十二 家里有女儿的 用漂亮的衣服供养观世音菩萨 能消避被奸淫的围葬 保佑出入平安 供养的衣服不拿回 随寺庙处理 所以我们买漂亮衣服供养 回向给所有印度的女孩子 回向给所有叙利亚的小女生 希望她们不要被欺负 所以这个很慈悲 三十三 希望老人家更健康 可用绿色深色的花 替她们供佛 三十四 希望老人家病苦消除 无忧郁症 去孤儿院供养营养的食物 供养深重加沙肥皂 供养肥皂是让她身体舒服 供养加沙消除忧郁症 供养食物给孤儿院 就让她病苦 提早消除 所以各位 这些福田你都要去做 但是不要光执着 回向给所有生病的老人 你经常这样做 三十五 捐一对白散盖的功德 能让往生者往生净土 缅甸寺庙一定有白散盖 用纸做也可以 用布也可以 一对 可以回向给祖先 妻子父母 三十六 防止虫害 可洒石灰在树下 必用农药伤害森林 三十七 早上多喝水 有益健康 这一点很重要 很多人懒得喝水 我已经有这个坏习惯了 我最近才改 实在不容易 因为嘴巴一直干 因为不喝水 不喝水就很容易干 身体机能会不好 但是早上喝水 会一直跑厕所 那你也没办法 但是每天 医生说每天要喝一千五百细细 至少早上 对不对 养成习惯 晚上睡觉前不要喝水 不然你要晚上起来尿尿 这个意思 三十八 有传染病 如登革热等 可多点灯 药供回向功德 三十九 希望生病的人 能平静往生 可在旁边放一个 沁和檀香油 事实可为堕胎小孩子 供养小房子 例如玩具模型屋 帮助胎儿超度 所以每次我们做胎儿超度 会买小房 玩具的就好 供在佛前 供在地上王菩萨 回向给所有堕胎胎儿 第四十一 为自杀往生者 用七条白线 每条线长一百八十公分 六尺 共七条 七条一起对折三次 则时观想自杀者名字或容颜 直送不动佛心咒 用此线为共佛点灯的灯心 需做三次 回向自杀往生者 如果各位有自杀的朋友 帮他超度 找我们战日法师 举手一下 他是马来西亚人 然后呢 他线做好了 老大上叫他怎么做 一百八十公分长线 则则则则三条 三条就是点三个灯 油灯 油灯 然后再 要念念往生者的名字 自杀者的名字 他很容易超度 那将来我请战日法师 多到槟城来 带大家严共放生 就是这样 他已经做好了 然后这个线 然后你要用一盘油灯 上面挂一个 点 然后回向给往生者 所以来 佛前供灯 回向所有自杀者 离苦得乐 消除执着 往生善处 自杀最可怜的 因为他在那边自杀 他就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 一直拉别人自杀 然后就那个地方 就这边自杀的地方 那自杀人会找自杀的 所以要帮他超度 然后呢 如果有等一下再找战日法师拿 好不好 替自杀的朋友 回向 再来 布施蚂蚁的功德 简单念一下 马来西亚到处都是蚂蚁 到处都是鱼 各位要养成私食的习惯 所以不管你开车走到哪里 车上摆一点点食物 布施给动物到 经典说的 布施给动物到加500倍功德 布施给越可怜越小的功德越大 所以各位不要觉得说 佛琴供养很喜欢供养 然后不喜欢供养给蚂蚁 那错了 如果你能够碰到一个蚂蚁窝 你福报来了 天天供养它将来做国王 这上面都有写 捏一下 来 长期布施给一只蚂蚁的功德 等同于念诵一百遍贤截经 长期布施十只蚂蚁的功德 等同于念诵一遍大藏经 长期布施一千只蚂蚁的功德 等同于念诵十遍大藏经 长期布施给最大乙朝的功德 等同于布施三千万平常人 长期布施给中等蚁朝的功德 等同于布施一千万平常人 长期布施给小蚂蚁朝的功德 等同于布施同数量人 或处类功德的七倍 或等同于长期护养一千个乞丐之功德 长布施一千只蚂蚁会得到共同西地 世间神通 长布施十万只蚂蚁会得不共成就 长布施一百万只蚂蚁 其果报将是施者成为三千大千世界的转轮王 经长布施蚂蚁将成就观世音菩萨同等的慈悲心 一切受障都将消除 一切违缘障碍将会得到削减 人与人之间有八字相冲 属相不合者都会调和 自己和眷属的恶梦 恶相通过慈悲的布施蚂蚁做回向 也会消灭 一切万事将会顺利兴盛 若有亡者成为厉鬼 有在世善人为其作功德布施以群 等同于在佛殿中供藏明灯 或供养寺庙以佛像经书与佛塔之功德 一般我们都认为说供养佛像造佛像 义佛经功德更大 佛陀推给我们讲 你布施给蚂蚁就等于供养所有上宝的功德 因为慈悲的功德 所以为什么每次我们到布施给鬼道那么多 做阉供那么多 一直想地狱道 因为你越慈悲力量越大 所以我想各位的守住慈悲心 如果真的有人那个房子闹鬼闹鬼 你也不要担心 你帮他供养给蚂蚁 回向给他 这些就不见了 再来 家中若有魔力鬼众困扰 不想等事 通过做这样的布施功德回向众生 发吉祥愿 一切不顺不及之事 西界得以平息 报父母养育之恩的善行功德与果报很大 报善之事之恩的功德也很大 不过长期布施这一善取的功德更大 执意即得到狭满人生的善音 在大法谷经 华言经 西勒生哈教言中也均有记载 做此等布施可使王者超度 存者消灾 一切仇敌盗匪不能加害 好 试试给蚂蚁昆虫 试试给恶鬼道 功德都是很大 报父母恩功德很大 供养三宝功德很大 但是慈悲不施给蚂蚁 这些恶鬼道功德更大 因为我讲的大慈大悲 所以我希望各位今天听到了 冰城以后的所有蚂蚁有福报了 靠各位了 各位你要听了要信信了要做好不好 在车上撒撒米 撒撒水 随时 今天前面有这么多饼干 等一下各位要带回家 你不要给人家吃掉 那是给蚂蚁吃的 一人拿一包捏碎放在口袋 捏碎嘛 因为它有包着 看到那里有蚂蚁下车打开 这样 如果你能够找到蚂蚁窝 这下发了三千大千世界 转轮胜亡了 因为你找到蚂蚁窝了 所以我还特别跑到斯里兰卡 柬埔塞 缅甸 找了很多蚂蚁窝 因为各位要去修这个功德 佛陀这样说 那真的要这样做 依教奉行 所以各位经常施食 好不好 养成习惯 这些饼干 事实上做烟共你只要用饼干 底下加一点香 那个头上去很香的 礼伯和合就好了 礼伯和有大有小 然后呢 上面放一点香点燃了 点一盒 等一下各位放一块饼干下去 好不好啊 哇 那很香啊 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好 58页 很重要 希望大家多做烟共 烟共有这么多不可思议的功德 这个会烧 一直烧 烧很久 如果起火了 你给它加一点牛奶 或是给它摆几片吐司面包 那就不起火 那烟会更大 平均差不多半个钟头一个钟头 加一下加一下 你要做一整天都可以啦 然后这样可以在你家外面门口 平常你可以做一半 那个李箔子也有一半大的 好 烟共功德 大家慈悲念一下 希望大家产生永远的信心跟悲心 来 烟共功德 一 帮助轨道与非人 轨道与非人之众生 都有激紧困乏的痛苦 烟共对中阴生及恶轨道的众生 和累世冤亲债族有很大的利益 能免除其饥渴之苦 此外 对亡故亲人 有着更大利益与帮助 对刚往生的亡者 七七四十九天之中 有着最大利益 因为亡者已无身相 无法取得饮食 只能以闻香为食 因此烟共对中阴生之亡者 有很大的帮助 既可为亡者做上贡的功德 又可令亡者获得利益 二 解除冤敌 所有六道众生 都是我们过去生的父母 冤亲在主 我们应以欢喜心去利益他们 共识六道众生 和冤亲在主 可以清偿过去的业障 三 亲近恶业 藉由焉共 恭请供养诸佛菩萨 以及护法空行众 定其欢悦而赐加持 远离人与非人害 其他如噩梦 灾祸 预造不佳 等不吉利的事情 也可以得到亲近 四 健康长寿 因为许多疾病都是由于过去的恶业所产生的 因为它是宿在 是需要偿还的 偿还最好的方法之一 就是做咽供 可以减除病苦 得健康长寿 还有轨道与非人众生所引起的疾病 以及其他等等的障碍违源 比如说 现在有人得到绝症或癌症 无论如何吃药治疗也都没有效 在医疗同时也可以透过焉共的修持来治疗疾病 五 富贵安乐 焉共除对他人有利益之外 对自己本身而言 可累积无量功德 佛陀曾在经典中说过 若要成为富有之人 必须先行布施与供养 否则无法如愿 不论是否修持财神法 若未行布施供养 皆无法致富 所以常常举办焉共 可以迅速累积富贵安乐的资粮 六 处所吉祥 商行机关 住家桥迁新居 二级染身 子女乖腻 家庭不合 生意不顺 以诸佛加持之焉共令 可除尽一切会上 令所居之地 成祥和福地 七 天龙地旗永户 焉共的源起 是在西藏莲花生大士时代 当时有许多的魔鬼 和地神阻碍盖庙 白天辛苦盖了庙 到了晚上就被破坏 而当时 吉乎看部在不得已之下 只好请莲花生大士前来解围 莲花生大士即准备 当时最好的五甘露树等物 来做焉共的法务 包括菩提树 白檀木 野蒿 鲁虾 眷博等树 以虔诚的心意供养 忠厚魔鬼 地神的喜悦 并帮忙盖庙 最后使得盖庙工程 顺利完成 后世的人 所以承袭了这个方法 作为除葬征服的最好修法 在西藏 几乎所有即将举行的活动 都以焉共为吉祥缘起 八 树获功德 布施是六度波罗蜜中的第一波罗蜜 若不行布施 无法开悟成佛 而焉共布施供养 就是我们想要成就佛果 所必须具备最胜功德之一 九 可满所愿 由于焉共具有供养和布施之福德 固能快速地具足及成就行者的 习真怀诸四种事业 或诸佛菩萨之加持 并得到天龙八部拥护 引导众生成就解脱 尤其是人世间之诸多恶缘 可得到转清或熄灭 种种愿望亦可欣赏事成 满足一切祈愿 焉共不仅可满众生之愿 于祈祷文中亦提到往生净土 所以亦可帮助众生脱离轮回 十 树正佛国 据慈心之佛弟子 因每天休息焉共 记住恶鬼道 地狱道和中阴身 不令一切众生 闻相得识向善 如此日积愿累的分担如来家业 将是修行者成就的最佳之良 其焉共无边利益功德 可令修法之人解除累世的黑夜 便令战鬼神转为护法神 不再作祟 消除所知障和烦恼障 迅速累聚福德智慧两种之良 所积聚的福德 可使我们成就设身和报身 所累积的智慧 可使我们成就法身 来成就佛果位 好 我们大概今天念第二遍了 但是希望大家对焉共有信心 也希望槟城成立多组的焉共小组 好不好 我们在微信上面 有一个国际千厂焉共 已经将近两千八百厂 在世界各地 希望大家加入这个功德 八个月来 就等于每天都超过十场 到处 因为佛这么说 而且对众生有这么大的利益 我们怎么可以不做呢 特别在槟城很方便 有很多草地海边 不会干扰别人 饼干 一点点香 点下去 哇好香啊 然后呢念念遗鬼 非常慈悲 希望大家加入焉共小组 会请我们槟城生命教育中心 加入小组 大家多参加 你没有时间参加 你就送两包饼干 送给他就可以 对不对 他帮你做 很简单 但是呢 利益的众生 无量无边 最主要是培养了很大的悲心 消除无量业障 消病苦 正快 最后我们要回向 我们先把从下午到现在的功德回向 然后我们出去排位 大家等一下要圆满 要回去之前 记得前面这个供养天道 人道阿修罗道的食物 带回家给家里的人吃 因为他吃到了 就像佛教讲 会供品 就像吃到甘露一样 他可以消很多病苦 那这边这一堆是要给出生到的 就是给蚂蚁啊 给鱼啊 如果你可以拿一些帮忙去布施 经过开车哪里 反正有鸟啊 乌鸦啊 各种啊 那些话 不就很简单 你让众生快乐 你就得到快乐 等一下 帮助众生 就是帮助自己 帮助众生 成就自己 慈悲 就开悟 很简单 很多人在追求开悟 有空性 有智慧 我都告诉你 帮助别人就好了 利益到无量无边的众生 那各位养成 习惯 这边有很多妙妙妙 王爷妙土地公妙 那边有烧金子的 你也要买一点金子 然后再给他加饼干 哇 那更香啊 利益众生啊 那你这样就过得很快乐 慈悲快乐 健康 而且身上累积这个功德 随时可以布施给别人 所以捏一下 来 愿于持功德 大放生救命功德 大众点灯功德 供水功德 欲佛功德 诱绕佛塔功德 上师修超度仪轨功德 慈悲焉功功德 慈悲焉功功德 慈悲药功功德 替身多玛功德 佛前十大供养功德 供养撒家女众佛学院功德 供养上师功德 听闻佛法功德 布施水洗功德 愿于持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父母祖先恩 上报国家社会恩 上报所有众生恩 上报三宝加持恩 下记地狱苦 下记恶鬼苦 下记畜生苦 回向所有堕胎胎儿 回向所有自杀往生者 回向战争死亡 被屠杀死亡 爆炸死亡 一切受苦者 回向引起老人愿 所有老人 消灾严寿 往生老人 同生净土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生 同生极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增牌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 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下一站 长青路 下一站 下一站 长青路 下一站 下一站 琳琳满目的手工艺品 陈列在教室中 你知道吗 这些可都是 长辈们亲手制作而成的哦 由上户关爱协会 规划的乐龄课程 手作创意 让长者们走出家门 学习手作工艺品 同时活化肢体 延缓失能 有时候说去江湖 走一走 这样回去也没什么 在这里最多 感觉有时候 我们的地区会开 有时候说话 好像比较联合 有时候在家都没有说话嘛 都好像坐着看电视 不然就电视看 在这里感觉 有些朋友 如果有时候说话 我们也可以 大家给予充 有些好的 可以收获满满的 就为了我先生 因为他有轻微的趴势金 我也怕他会越来越严重 听人家说我们金星区 有办那个老人活动中心 我就先来 自己先来看一看 就说 看起来还蛮 蛮OK的啦 蛮真相的 就带我先生来 就是要报名了 就这样 这一阵子我先生好像 他改善很多 那我们这个手作课 就是针对长者 高龄者 他们做的一个 手作课的设计 那我们的课程内容 会变蛮多元的 像有时候我们会做纸翼 或者是一些毛线 就是主要要让长辈 去活动他的手指头 然后去刺激他的末梢 那现在冬天快要接近了 所以我们就会叫长辈 去做围巾 那他只要需要用它 他的手指头 用手指头 他就可以去 做一条围巾出来 然后同时 他也可以去活动 他手指的关节 所以这个东西 不仅当长辈 可以活动到 然后他们做出来的成品 我们还可以拿去 衣麦做一些工艺的活动 上虎关爱协会 将勒领课程 与社区关怀做结合 让这些手工衣品的温度 散播出去 送给有需要的人 或是作为爱心意卖的商品 过程中不仅是乐力学员 可以得到成就感 也创造了社会公益 我们如果是生育 要买生育 在那边要买什么 可以 要买菜呢 可以 如果有没有 带记者来这里 做那个包围巾 好不好 好 我们今年 新兴会在这种路口 要再来摆的时候 就是同样 是出品一百条 只要说 我买很多条 都没用到 你就会被它 脱衣出来 你们可以真的从手工当中 看到他们完成的一个成果 那这个成果对他们讲 是非常开心的事 因为他们可以完成一个作品 那事实上每一次的课程 都会有不同的作品呈现 那重点就来了 如果很少的话会很珍惜 那很多的话会变成 那这么多的状况之下 怎么去处置这些 那么美丽的作品呢 因为那就是 独一无二的一个 一个精神呈现 后来就想告诉长辈说 你可以选择一两项 带回家 让我们的子女分享 那是剩余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 结合我们社区关怀 送给需要的人 或者是弱势的人 长辈一听到这个说 我的作品可以帮助别人吗 当然是可以 所以他们认为说 原来我还有能力 为这个社会 多做一些服务跟贡献 所以他们就很热情地参与这一个 我们就把这个平台结合起来 有学到很多 就是像我们 比方说资这些 你就是要弄头脑来想说 怎么资 资这些有什么意义 资这些 我们可以有一些长辈 他们不能出来 可以拿去关怀他们 他们这边的关怀的中心相当好 所以善悟对长辈的一些老人 没有办法出来 把这些天气冷 还是都可以送给一些长辈 让我们很有意义 就来了 刚好差不多要过年 就那时候就协作围军 就参加了一麦 大家都蛮喜欢的 他们喜欢我们做的人 感觉很有成就感 尤其是他们生活这边 他们对我们这些老人 都很盼照顾的 就是跟长者的互动方面 我觉得因为现在就是高龄化的社会 对那长者会越来越多 其实政府也很专注在这一块 就是在照顾高龄者这方面 那我们做这样的行业 就是希望说 越来越多的长辈 他可以得到照顾 然后延缓这个失能的风险 这样子 对所以我非常开心 可以做这个工作 对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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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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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